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关系 而发生关系这种事情是讲究你情我愿 而且在男人的心里会觉得女人愿意与自己亲热 那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所以男人就会为女人付出自己的真心 有的时候并不会要求女人回报自己 但是这种感情充满着不确定 而且女人的心思多半是非常难猜测的 如果遇到真正爱你的女人 那么你是幸运的 但是如果你遇到的不是真正爱你的女人 而是渣女 那注定是你一生的噩梦 遇到渣女的男人多半都会被伤得很厉害 有些男人遇到一次渣女就可能丧失爱人的能力 因为渣女往往会想很多的办法将你骗到手 但是却不一定对你付出了真心 所以男人一定要明白 有时候做事情需要有一个度 包括爱人也是的 不要一开始就付出自己所有的自己 当然 这个不是劝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不应该付出真心 而是如果遇到那种你觉得不确定的女人的时候 多留一个心眼保护自己 也就是说不要像一个傻瓜一样 什么都不管的就爱上 不然如果对方是渣女的话 那么受伤的只会是你 那么如何辨别是否是渣女呢 有以下三个要求的也有可能就是渣女 一 要求你为她买各种东西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就很难避免花钱 男人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是不会不舍得为女人花钱的 所以一般在外面约会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都会是男人掏钱 而当自己喜欢的女人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男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去买来送给她 因为在男人看来 这样的做法就是对女人爱的表现 但如果遇到的是渣女 她并不会回应 她心里可能只是想到你这里 获得一些物质和便宜 女人会认为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定是你舍得为自己付出的人 而那些渣女只会想到自己可以从这个男人身上获得什么 她们更习惯于依靠男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且跟男人在一起 总是在不同程度的索取 对她们来说 男人可能就是取款机 而且如果你不如她的意的话 她可能会假装生气 并且会指责你不够爱她 如果遇到女人这样撒娇的话 男人往往是会妥协 而男人一旦妥协的话 就会容易满足女人的所有要求 这种时候 那些女人的目的就达成了 只是这种很多男人都看不清楚 二 会要求你做一些比较难为情的事情 情侣之间做一些非常亲密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在情感生活当中 女人的要求往往会多于男人 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为她做一些事情 这里面包括一些难为情的事情 将来遇到这种情况 往往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有些不知所措 而女人看到这里就会觉得你很掉价 会认为你不够在意她 但实际上如果遇到那些让你去做一些非常不好事情的女人 那她们肯定不是真的爱你 毕竟真正爱你的女人是不可能要求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渣女一般喜欢对你提出无理的要求 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她从来都不会为你考虑 因为真正为你考虑的女人是会非常在意你的感受的 从来都不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三 要求你尊重隐私 不让你接触她的物品 如果是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是不会对你有所隐瞒的 相应的更加不会让你不要碰她的东西 也不存在与你之间有隐私和秘密 如果你遇到那些 让你在她面前给她留隐私 不让你随便碰她的手机或者是物品的时候 那就说明她不是真的爱你 毕竟一个真的爱你的女人是不会对你有所隐瞒的 所以如果女人有了这种表现 那就说明她有很多的秘密 而她对你也可能不是真心 所以不值得你为她付出 爱情是相互的 如果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总觉得只有自己在付出 那么对方肯定没有那么爱你 毕竟真的爱你的人会让你觉得安全感十足 总结 不是所有女人都会无条件爱一个人 所以男人要学会辨认 哪些女人是真心 哪些女人只是为了利用你 如果遇到那些利用你的女人 不用多想 尽早离开就是对你最好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